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下车陪你走到宿舍门口 现在雨人晚了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这样走 没关系的 真的不用了 你知道 如果我送你到这里 然后你走着走着 突然失踪了 在法律意义上来说 我就是头号嫌疑人 那好吧 等一下 我帮你开门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走得会比较慢一点 我知道你跑起来 很快就会到宿舍门口了 但是我宁愿你拿出你的耐心 慢慢地陪我走 当然可以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建筑系的那栋楼特别好人 为什么 因为凌晨三点的时候 自喜室的灯都是亮子 那个时候你工作的就这么忙啊 我入行之后 几乎每天都加班 我根本没有休假 怎么 我看起来不像建筑师 不不不不 想想想想 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吧 我从小 父亲 就叫我每天吃完早餐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可行列 应该是一个家庭习惯吧 一定要有计划 怪不得 怪不得你知道那个单词 你是不是有混乱恐惧症啊 算是吧 家族病也是职业病 我跟你呢就正好相反 我是属于那种到处都乱糟糟的 也不爱收拾 我的叫什么症啊 清洁恐惧症 不是 这叫懒惰 你说我 糟了 门怎么锁了 大门锁了 这样吧 那 这个还给你 你先回去吧 那 那你怎么办 我爬过去就好了 爬过去 你别开玩笑吧 这 这这么高 你 你怎么爬过去啊 很简单的 喂 小秋 真的真的 你下来很危险 走 这 这么高一定很危险的 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 真的没事的啦 平时都可以爬的 平时 不行 不行 我找人帮你开门 你等一下 喂 有人吗 你好 有人吗 警卫 警卫 你好 你睡觉了吗 喂 小秋 你 你 小秋 你干吗 快下来 很危险的 你看 很简单的 这危险不就爬过来了吗 快下来 快快 小心点 才好 吓死我了 好了 你快回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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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挺 我跟你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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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i 没有 王先生 这是在客厅捡到的 您还要吗 这个放在我这里就好了 行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再见 客厅不能睡 小秋 小秋 季雯 季雯 喂 喂 喂 老板 这么早啊 什么 不 那我的工资呢 喂 喂 佟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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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帮我跟老板说一下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你的工资 老板什么时候来啊 我想自己跟他解释一下 小秋 啊 小秋 工作服 记得要还回来哦 不然要扣押金的 我都知道 你不想再打牌 你如果是你的工资 好 你还能帮我 你也没什么 如果你不把银子 辞出了 你会不得了 好 你好 我也不想在他 我不敢把这些工资 喂 舅舅 小熊啊 对不起啊 怕你有课 所以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什么事啊 你们我最近又比生意不顺利 缺点重账自接 你们家向我借的方款 你看能不能底下还一下 用不着全部还钱 先还个两万三万的也成啊 您 您放心啊 我那个卡里还有一点积蓄 大概六千多块钱 您再给我点时间 我会尽快凑齐的 那好吧 那就先这样吧 再见啊 再见 福无双知 祸不单行 这下真的要深入分文了 欢迎光临 一杯咖啡 一片醋卖面包 你来得真巧 我们这儿刚进一匹新鲜的咖啡豆 这边刚煮上 要不然你先去坐 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我在这边等就好了 你上班的地方一定离这儿很近吧 不近 不近 那就是 你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近 也不近 不好意思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叶静雯 我爸姓叶 我妈姓雯 他们都是搞学问的 希望我不要太吵 所以叶静雯 你好 王霓川 你好 你好 咖啡好了 然后 这个 是我送你的饼干 这个味道不错哦 尝一下 谢谢 对了 小秋 什么时候上班呢 你找他有事啊 没事 问问看 他辞职了 谢谢 没事 那个 醋满面包 我等一下给你送过去啊 谢谢 我慢点 不是 的 我 见得 我 是 是 兄 你 我